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斗门农村地区 宫殿 通信 有线电视等线路遍布 在空中纵横交错 支撑支柱网 不仅影响村荣 还产生安全隐患 斗门区在实施市级样板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 将三线下地作为其中一项重点工程推进 三线下地指宫殿 通信 有线电视等线路 从以往架在空中的方式 改为全部埋入地下的方式 这样改造除了美化环境外 还大大提高线路运行的可靠性 石龙村后备干部李奇欢说 村里没有进行三线入地前 各种线路乱架设 乱拉挂的情况严重 只要风大一点都会摇摇欲坠 特别是台风天安全延换突出 一方面更加安全的规范 比较统一 然后村民们也对这个做法很支持 因为既可以改变了我们的村庸村贸 然后可以使我们的村庄更加的安全整洁 据了解 广东广电网络珠海斗门分公司 在时间紧 任务重 施工难度大的情况下 发挥丰富的网络建设和运维经验优势 克服重重困难 对连州镇 南青村 光明村 东湾村 石龙村 连江村和红兴村的通信有限电视线路进行整治 合并到四网合一用户箱再进行输出 并于日前在全区率先完成 为各村全面开展三线下地工作积累基础 同时也为其他村整治混乱的线路网络提供经验 以前老的模式 各家都是四根线缆 四个箱 这样村民的话在你墙上钉四个箱 这个效果是很差的 配合到我们这一次石龙村的乡村振兴的话 我们这次做出来的是做四网合一 只有一个箱 像我们现在身后这个 只有一个箱 而且的话是集中到所有的线缆全部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